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我准备的人 标股给我卡位的人 乱世的行情 你一定要稳住正脚 乱世的行情 千万不要道听途说 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行情 明明就好端端开高 怎么一下子就慢慢滑落 而且今天重灾区 就是在前几天最强的 我想那些股票我不用点名了 有多档打到跌停 多档从楼上掉到楼下 我不常跟大家讲 选股要有策略 不是今天统计 十个分析师讲好 你就去买那一支 这种做法永远就会变成输家 虽然今天整个行情大跌 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 因为每天我看到各位都是 今天这个股票 哇很多人爆哦 然后今天我冲涨停 追啊排队买都要买 结果今天呢是不是昨天有涨停 今天跌停 然后我就不要点名了 然后呢近期 美国总统已经确定了 大家都知道川普先生 大家本来寄予厚望是川普笃定了当选之后 然后不确定因素能够消除 但是最近的不确定因素更多耶 多到一下这个财报了 美超围刚刚好像有人要签证 这条突然又大涨 前一阵子美超围从楼上掉楼下 已经变成落水狗了 你看现在这个行情就是跟着这个news走来走去 再来昨天晚上不是我们台湾时间 大家都有听到吗 那个打起来了 就飞弹给它射过去那俄国 从那个乌克兰射到俄罗斯 那你看像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够把握的吗 这个你这个美国要资助它这个 可以然后就这样 然后再来 大家近期都在讲一个 要等到明天台湾时间 清晨 回答财报 你看每一关每一关每一关 所以近期行情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你必须要稳住正脚 我讲过 不管如何 这三大主轴请各位要记得 你在这三大主轴里面找股票轮流来做就OK了 你干嘛今天追什么追船 追飞机 追钢铁 追金融 再追昨天涨停的 都不要讲 就这样 今天这个行情我知道了 那对啊 不是好好的吗 砂尾盘 今天刚好又遇到 棋子结算 我昨天怎么讲这个行情 不是说今天跌我就说怎么样 我昨天讲过 昨天是大阳线奋起 W的M头一线格 昨天很多人会肯定 这边好像变W 那今天呢你可能会说不一定会失败喔 人喔就是看涨 肯定W 看跌M 好我昨天怎么讲 我昨天很肯定跟各位说 这个行情虽然大涨302点 全面复活了 复活什么呢 那我们看下去 昨天初步直纹反弹 我有没有讲初步直纹反弹 我没有因为这根大涨302点告诉你 喔变回升了 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美超围到底怎样 有人要出来会计师要帮他签证 所以暂时占除下市危机 所以美超围呢 昨天相关他这个在美国涨30% 之前从楼上掉楼下 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到快挂 因为这件事又打仗 所以你要乱追吗 很悲观去砍吗 然后呢我昨天讲过 本周四就明天 明天我们大概睡觉起来都知道了 挥达财报将要出炉 那这件事情呢到底是好还是坏 那这个要看他怎么去 看他等他讲完嘛 对不对要公布嘛 GB200出货了 戴尔昨天领先了 这条我也拿出来给各位看 所以我昨天讲很清楚 你既然这个线拉出来了 目前初步直稳反弹 那么今天开高跟开低 我讲很清楚 开高需开高走高过昨天的高点 你要过的守住 行情续攻不回头 那问题来了 今天怎么样呢 开高早上有过 这边就载扶载城了 这边载扶载城 这边就有点不稳了 不要讲到10点11点继续不稳 到中午呢整个都掉楼下 尾盘呢这个结算的压力呢 结果呢跌了160点 当然这个格局我已经讲过 你这边有些学虚虚 你开高就要站上去 结果今天比较糟糕是 你开高来走低盘的路 开高走低盘的路 我说呢关键价22742 结果今天多少 22688 你们要去举一反散 我告诉你们这个格局 你要去研判 你开高你就要走开高的路 你开低 你开低你每一个支撑关卡要弄好 弄不好绑下来 那今天变成你开高走开低的路 那开低的路你又没有手 整个下来 所以今天要跌更多 跌到这 那今天20大排行榜呢 F4只有两个 一个红海一个广达是上涨的 那台积电呢后来被打落水狗 因为台积电一档就是5块钱 5块钱大概是台股的40点大约 然后所以呢今天这个 你们看20大排行榜 今天几乎是绿绿的 那20大排行榜呢 今天除了电子不好看之外呢 还有的什么金融也不好看 所以这个拖累指数的部分 中场跌了160点当中呢 其实今天上涨加速只有200多加 所以 那今天重灾区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昨天涨停的今天很多跌停 一大堆要去追这个追那个 追到最后刚刚好 所以我说你不要乱追嘛 对不对 那这个我昨天讲过 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这根线呢来到这里 对不对 哦还好啦 这个线呢关键价每一首 开高走低盘的路 今天量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这个时候啊 今天形态啊没有大家想的恐怖 只不过是区间震荡 为什么呢 市场都在等待 到底会不会打财报好啊坏啊 好会不会利多出境啊 坏会不会直接利空啊 大家都想很多啦 所以越想越悲观 越想越乱 所以呢形成呢 今天这个行情呢 一拉上去就已经要卖 所以形成这样抖动 那明天清晨就知道了 大家睡觉起来就知道了 那明天我节目中 会跟大家剖析 那请注意今天几个重点提示 今天台子齐节转上架正幅355点 哦很大楼 那么电子卖压出龙 F4只有鸿海广达是上涨的 那明天请各位注意哦 这个目前今天这根黑K啊 它并没有很糟糕 为什么 因为它还在这边 如果以这个区块来看 它只不过在这个区块的横盘 有没有 今天正幅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呢 明天给各位关键价注意的 很好记22800 明天开高需占上关键价 否则必反杀 明天如果开高 开高呢你要站上 不然没有那么漂亮 没有像今天这样子 会比较糟糕一点 所以要走这条路前面就好 然后明天呢 如果开低注意的 虚守昨天的低点 因为你昨天好不容易 拉出这根红K啊 所以呢 明天开低要守昨天的低点 不然很容易测前波低 那前波低呢 很容易在这边都破掉了 所以要大家去注意 明天这个行情 赶快把我这个Telegan扫下去 Telegan跟LINE的这个QR 扫下去 明天有盘中卫跟各位说 因为明天又关于整个行情的演变 因为今天走到这一段 黑K嘛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走到一根红 你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明天到底会怎样 而且明天回答财报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做好准备 但是现在我一样拿好消息 给大家分享 来第一个 红海最强伺服器 机柜抢四 哇你看 怎么样都是红海 而且超级运算大亮点 这个Black White呢 它的架构呢 单价哇 很高贵哦 300万美元 300万美元 然而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说呢 你要去看这个 目前这边呢 主流是谁 抓龙头 现在谁能够吃下订单 我过去讲过无数遍了 不管你像什么订单 你苹果你挥达 你要给这么大订单 那只有红海吃的下 那第二个呢 诶 广达 所以你这个地方要去注意的哦 这边啊 伺服器 这个机柜抢四 这个要注意的哦 那这个呢 我自己讲解释给各位听啦 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在讲红海啦 红海他们自己呢 要出最强的一个GB200 我之前讲过嘛 NVL72这个版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广达的部分 我这个讲现在要讲这一块 一个广达的部分 它有Intel啦 还有超微的版本的伺服器 所以这边都有相关的 所以这是未来是看很好的 所以各位要去留意哦 再一个部分呢 就是呢 这里 推达GB200 诶 有商机就有钱财哦 产量将大增 这个内容我帮你吸收 你只要看这个 这一条 下一季成长1.6倍 1.6倍 是成长1.6倍 哇 这个商机来的钱财就来 如果你认同这个概念 好 这个时候看过来 我刚才讲了两个公司 对不对 好 今天表现如何 红海2.5元 广达5.5元 来 掌声鼓励 这是我细心呵护的 没有因为今天行情这样 从楼上掉 我需要这个变形呢 我有跟大家讲 你要做这种股票来找我 红家军或广达都要来找我 你找谁都没有用 看到昨天没有涨 或是前天没有涨 或是大前天的 哦 我就骂他 结果呢 你们骂他的点就是买点 你们去喜欢追的点就是高点 不然来看红海 可以吗 可以 昨天发生什么事 每个人都算计都算错 算计算错 难得来这个点不买还在做什么 我那天已经有点各位 我拿18号的资料给大家看 这资料多到都要粘在一起 这一天我讲过 通常在这个最后一手 假如卖盘 好不容易18号那天是卖盘 哇 这个了不得 结果昨天真的是上去 今天再上去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昨天讲红海怎么讲 前天讲红海怎么讲 红海他这两只脚也被我命中 我现在要讲这两个 这两个到底是脚还是头 如果你从这边看 一个头 如果你从这边看 它是两个脚 所以M头跟W底一线格 然而昨天发生这件事情 哇 这里拉近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是十字 如果你很在乎十字的话 我昨天不是有偷偷讲 这个十字很难得 是标准一条线的十字 那一条线的十字来到这里 这是各位的机会 我说这个十字呢 低档小十字 不量一拉中场红 你要赶快来霸占最后的买点 来找我洪家军专门店 结果上去了 还要再拉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太小支了 我给各位看过瘾一点 你看到我的股票你就很开心 这么小支可以这样上去 今天股价涨 可是线是黑的 有关系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连续星 两颗星 那么价涨K黑亮缩 今天是亮缩 我昨天讲过 补量亦中场红 今天是亮缩 有没有 亮缩 你看我解盘解多清楚 今天是亮缩黑K 但是价格上涨 那补量呢 那补量就中场红 对不对 你看我解得这么准 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 没货快补 不会补来找我 红家军专门店 你看吧 从201涨到今天涨到几块 收盘价就好 5块 所以你砍到201的 今天又在哭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红海的 红家军的 你要来找我 你要做这三大主軸 也来找我 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预约 要抢先机的 要霸占的 尤其是乱世行情的英雄 你要掌握得住 来找我 抢先机 低档 暴力机会 赶快call me 现在给大家call me 这样我马上进来 人员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时钩时低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讲到鸿海 从今年年初 一直走到现在 11月20号了 今年一整年 大家看到鸿海的成长 看到AI的成长 看到广大的成长 有没有看到一些 中小型的股票 这是相关类股的 长到无法无天 但是很多人后知后觉 看到现在长到这一段 才开始可以买吗 当它拉回我要买 我每次都跟各位说 每一个年代 每一个时间点位 角度高度深度 还有主流英雄 绝对不一样 那看你要站在 什么方式来看 每个人都是刚开始 都半信半疑 到你相信的时候 就到楼上了 那不是很证明 鸿海最高点234.5 很多人在那一波 23亿以上追 到现在发生什么事 你还在等解套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 140那一波坐上来 然后到200多门甩一次 再压下来再买 再拉上去 我都有做到 不是我今天这样子 比一比就好了 现在这一段 你怎么看 你要看这样 还是看这样 我已经讲过了 停在这里 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全世界最大只能他吃 组装没办法 那相关小儿子一堆 叫做洪家军概念国 那这个集团已经做成这样 也做给各位看 那你现在这里 是要好好的找机会 还是要绕跑 那要看你的会更 每个命跟运真的是不一样 能够把握的运变好 不能把握的命就变差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我讲的 那你看到这一段的过程 当时 这边低接我都敢低接 这收盘价收这 这齿坡高 我说这一天 去追高的来自首 因为又一次的高点 234.5的一次高点 这边又来220的一次高点 每逢高点必要追 然后每逢低点必要杀 追 我说我绝对没有叫你追220 然后杀 再杀 当你看到这一段 有没有想到这一段 人生有几次的机会可以买到这样 买到这样爆充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要去追什么234.5 追220 像这个10月1号 总喜欢杀到地下室杀到楼下 就天天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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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我也不知道你在杀什么意思的 有没有就这样杀 就杀 这一天叫你买呢 你就不要买 这边就喜欢追有没有 这人的写照 我每次讲这一段是要跟各位说 你真的要觉醒 不是当现在乱世当中你跟着一起乱 当然是乱七八糟 这一段你有没有赚到 根本不用讲前面四月份了 那你这一段有没有赚到 两只脚你都没有赚到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这边 每个人在讨论M 那我只问你 你知道那边看是M 那你这边是转过来变成W 那今天证明了 因为我对啊 至少这边 你看现在两个了 对哦 所以讲到这边 没有人敢讲 每次都 看到长的时候 你看红海很好 看到跌 红海又被倒火 那我都是给你剖析未来 对不对 就我当时这两只脚 跟你讲一清二楚 就是涨这一段 涨这段两个 告诉你这边是机会 那结果涨了两天 涨了两天 明天看它的造化 明天是只要直接越过高点 还是在那边除 那我当然有别的动作 那因为现在量没有放出来 我说现在量没有放出来 我昨天讲得很中肯 你要补量拉中堂红 那我讲的是不是又很准 今天没有量 然后价格上涨 K线黑的 我讲的可以成为成狼正宫 所以你做红家军 找谁都没有用 就如同这只股票红家军 我把它叫出来 来来 好这只 今天跌 你要他吗 AI超运算 他 你要吗 昨天好想要 一定又一大便追到75 为什么 这边看起来鸟不生蛋 拉上去好像真的有人进来了 追 今天去追的必受其害 不买必赚不到 我讲的都事实 昨天去追 今天马上被掏 昨天没有叫你追 对 做股票不是这样子 权力少会在这个点 当天大涨 我都敢讲 超运算中心 AI的 已经开幕了 这13号讲的 是已经开幕了 那很多人说 开幕没有大涨 叫利多出镜 是这样解释吗 平台大底 我是看技术面 看筹码面 这个多方缺口 为什么一直不补 为什么 等待时间点 我昨天已经讲过 平台大底 八日没补 这种不量易爆盆 为什么 这也是他 独家 厉害的 现在更好 今天再加强一个 九日横盘 能量变更强大了 这种流多缺口 不动就不动 一动很惊人 因为量根本没有出来 只有这边 逐力去霸占位置 没有出来 霸占位置 没有出来 每逢红K都大量 那这种 你有逮到机会赶快买 不会买到物模 不然能量变更强的时候 一旦点这种量 点这种量 直接喷过这里 这是筹码面来看 跟形态学来看 我直接跟你讲 我永远在讲未来 因为你买股票 要买等未来涨 不是现在买去 等未来跌 那你买干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跟你讲 机会点在这里 当然还有一只红家军 这只红家军 这个细光子 这叫做讯星 今天没什么表现 比方往今天大盘跌 大跌 一百多点 你看这个 那问题不在今天 跌一块钱 跌一毛跌五毛 昨天 十七块 当然不能说 昨天涨十七斤就要跌一块 不是这意思 是告诉你说 你的机会在哪里 你没有这档股票 你看它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暴涨的 那你是不要找机会去进场 当时两百 告诉你机会来 结果你一不相信 结果涨到这边 又涨到这边 然后呢 两百 机会来不要涨两根 结果十九号 这一天一样 我说呢 这个股票 它是多浪底 它不是就W或M 它是多浪 这边很多浪 那你多浪底 这边有两小坡 昨天拉出这根线 我还特别跟你讲 筹码都进来了 筹码是什么 钱 没有人那么无聊 拿一刀一钱放在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多浪底 昨天是一个大阳线 量价其阳 洪家军的细光子 今天呢 要拉近 为什么 因为今天线很细 没有 十字红 很大只 它直接拉下来 人都在里面 所以 你去听谁的 买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买这个 真的是基本盘 我讲的是基本盘 对不对 那这个才有用嘛 所以今天告诉你 大红十字 没货快补 不会补的 赶快扣密 好不好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拉回来讲这个 这个台积电看一下 今天十五块 一条线 一条线 还不在这里 也没有破啊 没有破前天 1020啊 一千块 那你们去想 台积电现在大风大浪 什么一大堆 讲它坏的 讲它好都有 结果它还处在一千块 那就告诉你 没有大家想那么坏 如果这么坏 早就kend到楼下去了 这道理 大家应该要了解 不然为什么 有人拿钱要去买 那每个人都看坏 就给它kend下来就好 谁要去买 所以这概念要去想清楚 一条线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 都是很贴切的 不用跟你讲什么 什么有的没的 一看就知道 当然这档股票 各位去想一下 这个天气概念股 你找谁也没有用 每次看跌就叫你杀 看涨就叫你追 我告诉你机会来的就好了 对 每次看到跌就叫你杀 两只脚是我告诉你 这边608我告诉你 现在直接看608上去下来 一定一大堆杀到这一根 我现在再帮你画两个 日K二红 你有没有看到筹码都在这 尤其这个股票筹码在这里 很平均 这种不动不动 一动很惊人 这边到这边涨了39块 所以你去看 叫你杀到前天的 来跟我自首 每次看到跌 大家都要杀 然后都要骂他空头 结果就全部错了 所以这时候乱世英雄 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 因为我是最佳的示范 还有30秒 看不知不觉时间过了 来 广达5.5元 昨天大家都不要他 今天都要 我昨天告诉你广达什么事 赶快来预约最后关键买点 大脚换手成功 没有人敢讲这个 全台湾只有我河山讲的 今天怎么样上涨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价格飙涨5.5元 所以一切一切交给我就好 我是一个证据讲一个话 然后最后没有时间了 这个明天再讲 今天拉尾盘 这个今天也是小张 所有的一切安心交给我就好 只要大家知道 这个方案赶快来抢劲 这个抢先机 低档暴利的机会 赶快抠米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